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强降雨令到河水上涨 但同样是重庆 重庆市市核区的铜梁区 铜铁铜姓梁的梁就没有受影响 照样过端午节 重庆铜梁安居古城 端午节的特别之处是会沿街无水龙 笨中会向水龙潑水祈福 寓意风调雨顺 潑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场面每有多开心大家可以想象到 因为疫情防控 今年的母水龙只是每日一场 重庆同梁院真的值得开心 因为在过去几年 他们成功脱贫宅母 方法是靠安居古城发展旅游业 以端午节包种为例 当地妇女的考手 包种可以包到什么尺寸都有 最小可以去到一厘米一只 串起来整条颈链去卖 而旅游业之外 发展艾草产业是当地的救命草 在扶贫工程的协作下 村民就利用从前荒废的山坡种艾草 现在已经开发出几十种艾草产业 有自己品牌 分别是做艾舅的艾条 艾草蒸油 艾草香囊 艾草茶果等等 整个艾草产业为同梁 创造了人民币八千万的年收入 以上是水龙 以下三则 讲真正的龙洲境道 大家听的时候 可以特别想象和感受一下 当地人的生活 湖北通城的乡镇 今年仍然有扮民间的龙洲境道 是三百米的直道菜 原来通城是有成千年历史的 用来竞赛的那条河水和明罗江 是来自同一个山头 而通城距离明罗江也很近 因为屈原这个渊源 通城今年照旧是扮龙洲菜 不过就缩小规模 只有十四只龙洲 三百多人参加 去现场趁热闹的人 都有人流管制 入场的人士要测体温 总之是尽量做好防疫措施 最后一提 通城是以水利交通 够通畅而得明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 河道因为于泥积厚了 河水变得好浅 令水质转为恶劣 而经过多年整治 今年的水质好得可以游水 所以一如新闻所说 是河水生态恢复 传统龙洲归来 讲完通城 以下介绍龙洲手汪小龙 汪小龙今年四十六岁 是安徽当桃园 乌溪镇的龙民 他和队友在教练指导之下 每年在端午节前四十日 就已经开始连爬龙洲 十三年来风雨不改 在过去十三年 汪小龙成为出色的龙洲手 得到很多奖牌 连本来不是太同意他的太太 都开始以她是龙洲手为荣 这些风光背后有一段古 原来汪小龙十九岁那时 已经被挑选去培养为龙洲手 可惜受训一年就被淘汰 之后他出去外边打工 打了十几年 到他三十三岁 2007年那时 就回乡下个端午节 他就当然去看人爬龙洲 给那些乡里叫他来玩一下 之后还叫他加入龙洲队 汪小龙不想因为十几年前被淘汰 就令自己和龙洲画上句号 于是他下决心 不再在外边打工 就和老婆商量了之后 回乡下承包了几十畝水田 养下旁蟹和河虾来谋生 而每逢端午节前后 即是要接受训练那时 刚刚是水田最忙的时间 汪小龙就索性 睡在水田边的扒屋 每天凌晨四点就起身做事 放置料 收虾等等 八点准时去训练 龙洲队的训练 很辛苦一下 好天晒 浪雨淋 行雷都照练 汪小龙说 别看爬五百米两分钟 以为很简单 一点都不是 一停下的时候 真是吸气 集份的四十日 每天都练六七个钟 练成全身酸痛 汪小龙现在 已经是队中的领长手 今年 他们的龙洲队 在下水的时候 恢复了一个古老的仪式 就叫双龙夺彩 方法是用红色纸 包鱼肉 吊起彩头 同时在岸边 会烧一排很长的炮掌 他们要在炮掌声中 爬龙洲 斗快 赢了的就夺彩 大家有没有留意 非物质文明 双龙夺彩仪式的保留 是由这群龙洲手 因为自己真是喜欢 同真心投入 于是 用很尊重龙洲传统的敬虔之心 从而挖掘出 双龙夺彩这个传统 因为他们 喜欢龙洲运动 自己尽力 令爬龙洲 变得更神圣 和讲究 这样去保留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明 是由下而上的做法 特别接地气 也反映这群人 这群人的表演 三点水一个四个四 读四和试都可以 四元的龙民今年脱贫 龙洲表演 是和当地人脱贫的民间活动之恩 汪小龙很开心地说 没有比赛 用表演将快乐带给大家 同样开心 最后我要简单讲下佛山的飘移龙洲 主要是看他们在水上的执滑活动 五月初一如以往 佛山南海区的碟窖 在城内的河道 有龙洲径道 那条比赛用的河道 和水渠真的差不多 既非直线 平均宽度只有六米 最窄的是三四米 大家可以想象 一条长二十五米 坐起码四十人的龙洲 在窄到 此条渠的河道上 高速拐弯 是什么景象 答案就是不断飘移 龙洲手说 与开车的飘移不同 龙洲飘移不是一个人控制 是要驼手 鼓手 与爬仔 即是龙洲手 一起完成 除了要保持龙洲 在高速下前进 还要掌握好离心力 通过节奏 将整条船 与船上的人融为一体 从而做到不断飘移的效果 大家上网可以找到视频来看 节目去到尾声 我究竟从以上这些生活片段 看到什么社会观察呢 我开始说 最近在新冠疫情之下 令人见到发达国家的基层 和低下阶层民众 原来不像想象中那么幸福 而发达的选举民主国家的政客 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关外低层民众 基层民众在疫情里的死活 仿佛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高阶中产和富友人家 不会是死亡和染病人口的大多数 哪些制度以及哪些国家 才重视基层民众 在疫情面前大家都有眼见的 对中国而言 看来只要是有国力 力所能及 政府都没有忘记贫困人口 第二点体会是 我开始觉得 中国成功处理疫情 民众开始正常生活这个事实 对比西方社会的现况 譬如我第一节讲的疫情反弹 这个一高一低的对照 可能是我过累了 或者开始在国际层面 产生负面影响 有对比就令人可以分高下 政客乃至心理不平伏的民间 都可能会有脱窩 就是射博 和伪过的心态 就是将责任推给人 去到今时今日 对部分发达国家而言 已经不是中国输出帮忙 就可以平衡到对比之下的失落心理 当前的国际形势 处于很微妙很脆弱的状态 要继续观察 第三点观察是 那怎么算好呢 中国做得好和不好都动接得够 怎么算好呢 有办法的 就是我一直说的 做好自己本分 一次端午节 令我感受中国政府 有将国力转化入最基层的民间 令不是富有的普通人 都可以活得很滋润 他们不止是脱贫 生活有趣味和质素 这种变化很宝贵 平时一说到做好自己 最直接的 会联想到各种大型工程 或者高科技发展的成绩 其实令民间 那些不是富有的民众 都活得很有滋味 就可以令政权 和整个社会稳如盘石 用稳住内部形势 去应对外部的千变万化 以上就是我端午节的感受和观察 好了 节目结束前就总结 只要是阅读面够广阔 就会感受到 在百年大变局面前 整个世界都顺色万变 其实 不容易即时就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要意识到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多读 多看身边事 多认识社会和世界的事的同时 不要将自己变成政治动物 适宜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用一个相对平衡的身心状态 去面对复杂多变的世事 今集节目讲了各地人民 如何过端午节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好了 第二节的时事观察到这里为止 我是余飞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